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汉语水平考试HSK4级内容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阅读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排列顺序 给出几个句子 然后给它排出正确的顺序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考察的是上下文的句译 逻辑性以及关联词语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ABC三个句子 A 烤鸭不仅味道香 B 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C 而且营养丰富,有助于美容 首先我们先考虑这个三句话它讲述的是什么内容 它的陈述对象是谁 也就是说主语 我们看三个句子里面 就是这个烤鸭是它要说明的这个对象 所以它是主语 A 说的是烤鸭提出这个主语 烤鸭不仅味道香 然后我们看有一个不仅是关联词语 它后面接的是什么 不仅怎么怎么样 而且怎么怎么样 对吧 它是一个递近关系的关联词语 所以那A C应该是一起的 我们看呢 A C 烤鸭不仅味道香 而且怎么样 营养丰富,有助于美容 然后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历史很悠久 那它只带的就是这个烤鸭 所以答案是A C B 好 那这说的是烤鸭 那中国呢 北京烤鸭是很有名的 如果你们来中国可以尝尝北京烤鸭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那第二个题 我们看一下A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说出一个句子 然后B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 C 总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总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句子的内容 首先呢 一样吧 先说主语以及总数的这个内容范围 我们考虑一下 能作为首句的这个句子 首先看啊 我们 说的是我们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 这是提出了我们这个范围 这个要说明的这个事情 是生活在社会中 怎么样呢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这也是一个关联词语 不管怎么怎么样 只要怎么怎么样 不管怎么怎么样 都怎么怎么样 那看我们这个关联词语是什么 总要不管什么什么 总要怎么怎么样 是条件关联词语 不要条件关系的 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总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打交道的意思就是要联系 来往联络这样的意思 可能要做朋友 做同事 做同学 对吧 那这就是打交道 所以AC是一起的 那提出这个内容的总句 概括性的 那我们生活在社会中 所以它的这个顺序 除了关联词语 还有它的这个逻辑性的顺序 顺序就是B A C 好 这是这个第二题的内容 好 那这个做完这两道题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任务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大家看一会儿我把作业读一下 读完之后大家思考一下 然后下节课我揭晓这个作业的答案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节课的作业内容 那也是排列顺序三个句子 A 原来他记错时间了 B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C 我在公园门口等到他了 好 这个呢 是有一个时间方面的这个顺序 然后大家思考一下 考虑一下这道题的顺序应该是什么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讲的这两道题呢 主要是关联词语的这个关系 以及这个句意 来判断这个句子的正确顺序 好 那这节课的内容你明白了吗